大家好 这一次要介绍的宗教是 席克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席克教 在台湾 可能有些人有听说过 那有稍微了解的人就知道 他是一个印度的宗教 他主要地区是在印度西北部的旁哲普 但是如果要说更进一步 就是席克教是一个什么样的宗教 我相信大家都是不胜寥寥 那 不知道到底台湾的历史课本或者是教科书上面 到底这个宗教有没有出现过 其实也不只是席克教 整体而言 在台湾或者我认为是整个东亚地区 其实是对于 印度文化宗教 非常非常的不了解 或者是了解的非常的粗浅 印度教 就讲印度教好了 印度教 全球 信徒 大概就是印度人 台湾东南亚 人口大概有9亿10亿人这么多 那可是我们的课本 或我们的教育对于印度教整体理解就是 总性制度 很没有人权 印度有很多暴力 脏乱 就这样 那比较喜欢印度文化的人就 会了解比较多一点的最多的就是瑜伽 而不过今天要讲的重点不是印度教这个以后会有 别的影片专门来说明 今天要讲的是习客教 其实 如果你去西方世界 例如说英国等等 其实你可能曾经看过习客教徒 但是你自己不知道 就是你在西方社会看到长得像印度人 的人 头上绑着头巾 大胡子 你可能以为他就是印度人 其实他是习客教教徒 那 有时候特别的状况就是 你会发现这种人 蛮常会出现在 有时候大楼保全 这种职业 这跟 习客教的传统其实有关系的 随护 是 当随护 保镖 是一个习客教的传统 那如果你是一个对于 例如说历史的游戏 即使战略 你是 你比较了解的话 那你可能还会知道 习客教的人好像特别会 練 特别会使用弯刀 像是这一方面的资讯 但是就算你知道这一类的 讯息 对于习客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宗教 我想大多数人应该可以说是 几乎一无所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要拍这部影片 同时也 也介绍习客教的教义啊 历史 以及他为什么演变成今天这样 然后他在现代世界 比如说印度政治 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好 那 习客教做一个宗教 他的成立大概是十五十六世纪 什么意思 这个代表什么呢 这个意思是说 其实他并不是一个 非常古老的宗教 像印度教这个是西元前一千五百年 开始慢慢累积而成的 那就算是 像是基督教啊 大概是西元 元年左右 最慢最慢的回教 伊斯兰教也是第七第八世纪成立了 所以他是一个晚静的宗教 从这一点就可以 推测出 他应该有一些特殊的历史背景 促成 那 如果你看到一些介绍文字 可能会说 习客教是一个印度教与回教融合而出现的 一神教 这个说法 大致上是正确的 但是 可以讲的更细腻一点 因为如果你去问 习客教徒说 你们是融合的吗 他们当然不承认 或他们 他们会很神奇 他们不是这两个宗教融合 他当 他当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宗教 所以 习客教的出现 确实跟印度教与回教都有关联 但这个关联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等一下要进一步 介绍的 那他的特殊之处在于 他是 一神教 一般而言 我们讲三大一神教 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我们不会讲到 习客教 所以一般人也不知道 习客教 其实主张的是 一神教 那 习客教主要分布的地区就是在 Pungjab 这个印度西北部的一个省份 那 你如果看新英文也会知道这个地方 比较多 冲突 那主要就是习客教徒的问题 那大约信徒目前 可能有 两千万人左右 习客教大约出现在 15、16世纪 所以 马上你的确会联想 这跟回教也没有关系 因为回教大约就是在 13、14世纪以后 在 印度建立的政权 那再加上印度教是 多神信仰 那人们的直觉就觉得 伊斯兰教回教是 一神教 所以他应该是受伊斯兰教影响 才出现的吧 首先解释一下 我习惯称 伊斯兰教为回教 因为 这是中国传统 但是因为台湾要去中国话 表示客观 所以就 想要去掉回教这个词汇 其实这 这两个就是一样的 我没有什么特殊的 这是我从小就习惯念这样子 我没有什么 特殊的观念在这背后 固然回教是一神教信仰 但其实 佛罗门教或印度教 也有一神信仰的成分 这件事情就比较复杂一点了 印度教虽然表面上是多神信仰 但是他本质上 一切的神 一切的生命 都是来自于一个创造力量 也就是Brahman 凡天王 或者就是凡 那印度教所谓的三大神 Brahma Vishnu Shiva 生 助 灭 这三个神 其实讲到底 如果你继续推论下去 也可以说其实就是同一个神 所以印度教 有上帝信仰的倾向 但是印度教呢 又有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 世界灵魂的分铃 分化出这个世界 然后无限的分化 无限的分化 所以 神明也可以转世 那 大神 好像可以生出小神 小神还可以转世 大神也可以转世 大神也可以跑到人间 就是所谓的阿凡达 Avatar 这些概念就这样 很多人觉得印度教可能是全世界神明最多的宗教 但是你就会发现也有一些强调 名思 抽象 或哲学性的印度教徒表示 印度教 是 一神教 所以 我举一个小例子好了 其实在印尼呀 巴黎岛 是姓 印度教的 而 印尼的国教是 回教 那 印尼人规定 如果你要 你的宗教要被这个国家所认可 就算你不是回教的话 你必须要是一神教 所以巴黎岛的印度教徒也称 自称 他们是一神教信仰 这对他们来讲不是说谎 而是指 万 佛 朝宗 呃 所谓的 殊途 同归 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了 回到正题的话 由此看来 喜客教的建立是指 婆罗门教内部原本有上帝信仰的 倾向 但终究没有成为上帝信仰 而在回教传入之后 回教的挑战就是 你竟然 有上帝信仰的 观念 你为什么不信上帝 你为什么有那么多看起来像是 多神教的仪式 或者是 观念 在这样的刺激 与回应之中 喜客教出现了 具体而言呢 回教传入印度这件事情 大概 13世纪的时候 就有一个 政权 叫做 德里苏丹国 苏丹就是回教的统治者 后来到了16世纪的时候 也有很著名的蒙威尔帝国 蒙威尔帝国后来就是被英国 打败 英国统治印度 这是 政权 那另外呢 以 宗教内部的话 印度教内部原本就有一个 倾向 强调上帝信仰的 算思潮吗 或者一个 长久的传统 那个东西在 印度教叫做 巴克 这我也不会发音啊 这个叫 应该叫巴基吧 巴基 Hinduism 那 呃 回教的部分 回教的神秘主义叫做 Sufism 这个 流派 强调 人跟神的关系 这两个 都对于喜客教的建立 有 蛮大的影响 那么 喜客教的建立 其实是经历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他的教义 他的经典 他的组织 都是随着时间演技慢慢出现的 那根据喜客教自己的传统 他们说有所谓的十大 Guru Guru Guru是什么意思呢 Guru在梵文里面就是指老师 导师的意思 其实这个词也不是只有在 席克教会使用 在印度教 佛教 都会用这个词 那 席克 这个字呢 其实原本的意思就是 学习者 学生 那他们的领导者就是老师 这个关系很容易了解 那这个席克教的传统呢 其实经历了大约 100多年 200年 200多年的时间吧 就是所谓的十大Guru 所以其实一开始 席克教也并不是今天的面貌 包括席克教的号战 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 这是 这是历史环境变化 所促成的 好 席克教的建立者 也就是第1个Guru Nanak 他首先提出 一神信仰 这个一神信仰当然就是指 他认为这一切 都有主宰 也就是 上帝的概念 其实就是上帝的概念 在台湾很多人就会认为 讲上帝就是指信基督教 这是大错特错 上帝 是指 一个至善 全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 具有超越性的 存有 所以当 这个Guru Nanak 提出上帝信仰 表示神是无形的 神不会 好像这样子转世 他就连带着 也开始反对 传统印度教 或婆罗门教的 比如说拜神明 相关的宗教仪式 他也反对 神会分 然后成为这个世界上的生命 所以也可以知道 他就连带的否认了 像婆罗门这种阶级 否认了 总性制度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 这跟佛教有点像啊 佛教一开始也是为了挑战婆罗门教这种 宇宙灵魂分灵的概念 所以连带也反对 总性制度 可是佛教跟这个 喜客教很不一样一点 就是佛教不是上帝信仰 佛教讲一切皆空 佛教的观点以哲学来说 可以说是唯物论 那这个上帝信仰 是唯物论的 相反面 它是一切 终究有神 的概念 好那这个Nanak 据说他曾经到了 各个不同宗教的圣地 应该就是采各家之常吧 据说他曾经去过西藏 南印 斯里兰卡 迈迦迈迪娜 巴格达等等 所以一开始 喜客教也并没有真的 激烈的反对其他 传统的宗教 毕竟他认为自己是站在这个基础上 发展出来的 那 后来开始出现冲突 那是后来的事情 这 呃 这有点像是像 回教一开始出现的时候 其实回教徒对于基督教 跟 犹太教都是宽容的 这宽容也不是表示他们特别宽宏大量 只是因为 默罕默德认为自己是站在前人的基础 所以他就觉得这些人是前辈 当然就 呃 不会加以排斥 那所以一开始 席克教表现出来是好像想要 贯通 波罗门教跟 加以消灭或者是改变 例如说把 礼拜天 从礼拜六 改到 现在的 礼拜天 那 另外呢 前面有讲说这个 第一位 古鲁他反对 总性制度跟那种 波罗门阶级 所以他 没有分阶级 可是到第二位 古鲁的时候 还是分了 阶级 这个阶级是一种宗教性的阶级 其实所有的宗教都没有办法 真的避免 所谓的分阶级 呃 分阶级也未必一定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定有人比较投入宗教 有人比较不投入 那比较不投入的话 他整体的眼还是信 所以终究会有 教室跟 一般信徒的差别吗 那 这个Angar就把 席克教徒的 修行者 称为 Udasis 这个Udasis就是 第一位古鲁 到处跑去游历 那个 那个游历 那个旅行 整体而言就叫做Udasis 还有呢 他改良了文字 成为了独特的文字 而编 转经典 这件事情就会开始让 席克教的独立性增加 你有自己独立的经典跟其他教派经典不一样 那 彼此之间的那个差别也就会 因为这样越来越高 那到了第四位 在Guru的时候 这个Guru Ram Dass 他正好遇到了蒙古尔帝国的第三任皇帝 叫 Egba 这个 Egba还蛮有名的 Egba 对于 席克教有一种好感 什么好感 就是因为Akbar想要做的事情 是类似的 因为Akbar统治那么大的一个帝国 结果他的帝国里面 印度教徒比较多 回教徒比较少 所以他就希望 这两个宗教能不能够互通 因为他也看到了 印度人其实以概念而言 是信上帝的 能不能互通呢 结果他就努力让双方互通 终究没有办法 那个没有办法 其实是关于信仰的问题 师之好理 插之千里 那不信的人就会觉得 你们差别那么小 干嘛这样子吵 其实如果你是信仰 就知道信仰是不能妥协的 我们不要以今天 宗教宽容的态度去看 这种问题 因为宗教宽容的时代 其实是多数人都 没有宗教信仰才会宗教宽容 说真的啊 基督徒如果宗教宽容 他心里面终究觉得 基督徒才能得救 你不信基督教 你就不能得救 他只是在社会行为上 必须表达宽容而已 那也不是基督教 每个 如果你是一个 虔诚的信仰 你终究心里 是这样子想的吗 好啦 总之 Eckbar因为 想要这样子互通 他就觉得 席克教是一个 值得肯定的宗教 就给了他一块区域 让他们可以在这里发展 这个地方就是 Amrishar 我也不知道怎么发音 大概就这个音了 那席克教徒就在这边 得一个湖 盖了圣殿 称为所谓的黄金庙 The Golden Temple 那今天我们 如果你去的话 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庙 不过他当然是有 整修过啦 大概就是像这张图片的 状况 不过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 蒙武尔的皇帝 都像是Eckbar这样 正常来讲 这 既然是回教帝国 皇帝就是要支持 回教为主 所以呢 到了第五位 Guru Guru Arjun 的时候呢 他被迫害了 他就被 蒙武尔皇帝 害 应该就是算杀害 或处死吧 所以这第五个 Guru 被称为 殉道者 而他被 殉道者 其实暗示了一件事情 就是 席克教的生存有问题 他必须要战斗 那 另外一点就是 这个Guru 是 前面第四位Guru的儿子 所以就反映出 这个 席克教 也有 政教合一的倾向 而这个统治者 也就是宗教领导者 他们有 世袭的现象 那这第五位 Guru呢 他把 前面的Guru 的一些言论 编辑成了 席克教的经典 一直用到现在 就是所谓的 阿迪克兰斯 大概是从 这个时代开始 席克教的组织 就越来越严密 然后开始 武装化 军事化 那蒙武尔帝国 也开始压制 席克教 其中包括 第六任的 蒙武尔皇帝 又杀害了 第九位Guru 而且毁坏了 席克教的庙宇 到了第十位Guru的时候 也就是所谓的 十大Guru的 最后一位 他奠定了今天 席克教教徒的 整体 生活方式 跟形象 他的名字呢 叫做 Govinsai 这个Sai 如果你去国外 看到印度人 他的Sin 是Sin 的话 就表示 他是个 席克教徒 这个Sin 还是念Sin 意思是 狮子 所以从这个Sin 就可以知道 这个 这个Guru的 理想 是一个 文武合一的人 是一个 军教合一的人 那 这种组织呢 在席克教 就叫做Casa Casa的意思 就是纯洁的意思 那他也奠定了 相关的 生活方式 例如包头巾 然后 随身要配一支 短剑 不理法 不体 胡须 这一些规定 就造就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 席克教徒的 形象 那 这个第十位Guru的时候 大概是17世纪 18世纪 而我们知道 这个时候 英国人已经 慢慢的渗透入 印度 当时也不止英国人 可能还包括法国人 等等 到了 18世纪后期的时候 席克教徒 征服了整片 旁浙谱地区 也成立了王国 那么 可是同时 蒙沃尔帝国 也在衰弱 而英国 在18世纪 七年战争期间 那个东西在海外 就是所谓的 印度战争 击败了法国 所以成为了 等于是他垄断了印度 开始渗透各个地区 所以英国跟席克教的冲突 主要是发生在 1845年到1849年期间 当时是因为 这个席克王国 本身也出现了一些 继承权的问题吧 细节我也不太清楚 总之 英国跟席克王国开战 当然就输了 所以这里就成为了 英国统治的一个区域 那席克教徒 也开始 就是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时候 英国人的帝国主义 倾向是所谓的非正式帝国 就是不要让印度人 一直感觉到 自己是被异族统治 英国人的一个手法 就是尽量训练印度人 当和作为印度的武力 这个所以席克教徒 这种骁勇善战的特质 使他们成为了 英国在印度军力的大宗 那其次的大宗 就是灰教徒 最少就是印度教徒 因为印度教徒 整体的人就不喜欢杀生 很多人都吃素 那 这个席克王国 最终还是解体的 这里的最后一个统治者 被送到英国受教育 这就是英国人的做法 据说他曾经跟 维多利亚当了朋友 那 所以 这张地图就可以看到 这是 英国统治期间的 庞浙埔地区 在 席克教徒当 印度兵的过程中 其实也是有过一些冲突 例如说很有名的 1857年 印度兵变 Mutiny 这件事情就是 英国训练的这些印度兵 搞兵变 结果死了很多英国人 英国从这件事情之后 大力的镇压 加强对于印度的控制 成立了印度部等等 不过这是题外话 印度的 印度的席克兵 成为了英国统治 印度的军力大宗 不只是在印度 英国人的倾向是 只要是要在亚洲地区出兵 就尽量派印度兵去 这样子 这些东方人就不会觉得 自己是被西方人征服 因为 看起来都是亚洲人 这是英国人的想法 那另外 一个考量 当然也就是成本问题 这样子比较省钱 也就是因为这样 席克兵参加了 19、20世纪 很多场战争 很多 当然最有名的是186 也不是最有名 就是东方人 中国人 台湾人 讲这些词 现在都很忌讳 很烦 就是反正 中华民族 最熟悉的就是 1860年 所谓的英法联军 其实大多数不是英国人 那个英军 主要就是席克教徒 那再来就是 1900年 八国联军 二德法 美日奥义英 我们以为 德国人是真的派德军来了 这是从德国浩浩荡荡 八千大军 开过来 那这个 其实英军大部分 也都是席克教徒 一次大战 席克教徒也参战 二次大战 席克教徒也参战 我们看一下 左下角这张图 是一次大战 右下角这张图 是一个席克教徒 拿了一个纳粹的旗子 这明显就是 第二次事业大战 那么下张图呢 是 1900年 八国联军的印度兵 这个就是席克教徒的形象 你看他们的头巾 胡子 还有他们手里拿的那把弯刀 这个弯刀也就是 今天你看到席克教 他们宗教象征上面 的那个弯刀 二次大战之后 印度要独立 这个就是像甘地啊 尼赫鲁 还有印度的回教徒的故事 其实印度从来不是一个 统一的国家 它是因为英国统治而统一的 例如说传统我们讲的那些 印度的大帝国 像是什么 孔雀王朝啊 吉多王朝啊 蒙乌尔王国等等 都没有真正统一整个印度半岛 是英国人 好 现在英国人要走了 英国人自下有各式各样的民族 各式各样的语言 那最大的问题 也当然是宗教问题 那就是最主要是印度教徒跟回教徒 那回教徒主要分布在印度北部 尤其是印度河流域 也就是印度西部 以及恒河下游 也就是接着孟加拉嘛 所以后来就决定分割 印度的分割 成立了西巴基斯坦跟东巴基斯坦 后来东巴基斯坦自己独立 就是今天的孟加拉 西巴基斯坦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 庞哲普 他的位置大概就是在巴基斯坦跟印度之间 而他主要的人口是 主要的人口是席克教徒 可是也有很多回教徒跟印度教徒 而因为席克教徒的人数太少 相对而言 不足以让 就是成为一股势力 好像让他当时独立成一个国家 所以当时的决定 就是把庞哲普切成两半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张地图 是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 而庞哲普就被切成了两半 大概就是 左边那块三角形 就属于今天的巴基斯坦了 那这件事情在印度 是一件很惨烈的事情 因为当时宣布之后 出现了大移民 大移民过程中 当然有很多宗教冲突 死伤非常的严重 那这件事情发布的时候 大量的席克教徒 赶快从西部 要逃到东部去 那东部的回教徒 就要逃到西部去 所以当时就是一个 印度的民主大前行 所以你看这张照片 是1957年的照片 这是席克教徒在逃难 所以你看里面 每一个男生都 包着头巾 那最后 席克教的 为主的庞哲普地区 是属于印度 从为什么席克教徒 主要是要逃到印度 而不是逃到回教 为什么不是逃到巴基斯坦呢 因为印度教的那种 宇宙灵魂的概念 使得印度教 有一种包容性 大大小小的宗教 好像印度教徒 都可以把它包容起来 认为这都是 神明的某一种展现 那可是如果你在巴基斯坦 你就一定不会被容许 但毕竟席克教徒 虽然选 主要是选择了印度那一边 他跟印度教的差异还是很大 而且他在庞哲普已经有几百年的传统 所以他们就一直希望能够自治 甚至独立 可是当印度成为一个 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 是绝对不允许独立的 这个也不是只有印度而已 全世界都是这样 西班牙不准许 卡塔罗尼亚独立 所以印度也不可能 让庞哲普独立出来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独立运动 出现了很多冲突 这件事情在大概1980年代以来 就非常严重 到最后甚至印度首相 他叫Indira Gandhi 一般的称呼是甘地夫人 这个就让很多人误解他跟甘地 他不知道是甘地的太太 还是甘地的女儿 其实不是 她是印度首任总理 尼赫鲁的女儿 那她被暗杀 她被谁暗杀 甘地 assassinated Sikh bodyguards 这个就是 她的随护是个席克教徒 暗杀了甘地夫人 那前面已经有讲到 因为席克教教徒的这种性格 跟他们的习俗 他们就从军 那如果不从军 可能就当随护保镖等等 那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大暴动 所以这样子的冲突 随着印度要现代化 而成为民族国家 那种 其实那个宗教冲突的性质 如果是以宗教信仰而言 那个冲突的性质并没有增加 其实是民族主义 情绪的冲突在增加 好 最后 那所以要讲的思考的重点 就是普罗门教的上帝信仰 性质是什么 可以从席克教的出现 看出来 什么意思呢 回教传到印度 刺激出席克教 那请问 为什么 这些一神教传到中国 没有刺激出中国的一神教呢 对吧 所以与其说 它是被刺激出来 你也可以说 它是被刺激出来的 可是如果它自己 没有这样子的取向 你再怎么样刺激它又没有用 好 那所以席克教跟印度教的差异 这最主要就是席克教 就不会接受轮回转世 这整套说法 那 它 它在文化上 其实是跟印度教比较近的 但是因为不能接受 这个轮回转世等等 所以它跟印度教 也没有办法真的 重合 那席克教跟回教 虽然都是一神教 可是回教的重点就是你要信 可燃经嘛 你不能只信上帝而已 你不信可燃经 不信莫兰莫德 回教徒 你就不是回教徒 所以席克教就因为这个原因 它跟其他 它不会因为时间的缘故 而跟这两大宗教又融合在一起 那最后要讲一下席克教的限制性 就是说席克教的概念 其实是一个普世性的上帝信仰 那 为什么它没有办法真的传播开来呢 这一方面就是 其实这个宗教的印度性格 还是很浓厚的 那 它不太可能去跟回教徒传教 那 要改变印度教徒 终究也是不可能 那席克教也没有想要跟非 就是跟外国人传教 估计就这样说好了 它不会想要去跟中国人传教 或者是去跟西方人传教 然后席克教 因为近代历史的关系 它成为一种独特的生活习惯 对不对 比如说 如果只是说信上帝的话 那我也信啊 可是你要我包头巾 留胡子 戴短刀 那 那如果出国的时候 安检怎么办 这只开个玩笑啊 意思是说 它 它除了这个原始教义之外 它又多出了很多生活方式的规定 就导致 你不是 这种传统之下的人 你要去信他 就也多了很多实际上的障碍 那 这可以也就是说 它的限制性所在吧 也就是说 它概念上是普世的上帝信仰 但是因为它实际的这些传统习俗 就导致它始终限缩在一个区域成为一种特色 我们就拿犹太教来比喻好了 名义上犹太教也是普世信仰 它上帝的概念就是指信上帝的人就是犹太教徒 而不是指犹太这个民族 可是因为犹太人 他们就根据旧约圣经 或者他们长久的历史等等 认定了犹太民族 这种人种等等 才是上帝的选民 导致犹太教要向外传播 好像变得非常困难 那 极客教也有类似的问题 好 那就讲到这边 拜拜 拜拜